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夏之那年夏 第69集,你还喜欢路易吗? 路易妈妈听了今夏的话 欣慰地笑笑,阿姨知道,你也累了,先回房休息 好,今夏也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她太累了,打完招呼便回了房间 剩下路易一人,独自面对爸妈 她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 家境虽不能算大富大贵 但也小腹有余 此刻面对父母 她第一次有了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情绪 你老实告诉爸妈 你和今夏什么时候分手的? 我说了,你血压能稳住吗? 能,吃了酱鸭片 今夏妈妈做手术那一年 我和今夏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与误会 然后她提出分手,我答应了 只是因为我在国外 所以一直没有说这件事 误会,今夏对你能有什么误会 是不是你在国外和别的女生牵扯不清 路易妈妈倒也是过来人 一针见血地问道 路易解释,我和那女生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的话,你应该解释清楚 你们相隔那么远 很多事必须要有耐心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她已经不愿意理我了 那时我工作压力很大 加入了一个大的项目 签了合同 没办法回国 我的护照都被公司压着 这些事情她都没有和家人提过 不想他们担心 你那时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说 我以为我和她会和好 路易低下头 她是一心以为 惊吓气过了 他们还会和好如初 你笨死了 这件事就该早点和爸妈说 路易妈妈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这样爸妈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惊吓 她大概是不愿意和好了 路易失落地说道 儿子啊 这件事就要看你有没有心了 如果你还喜欢惊吓 那你就要用你的真心去挽回 如果你对她没有喜欢 那么你们之间或许真的就这么散了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她 路易伤感地说道 昨夜忍不住掉了太多的眼泪 惊吓早上起床有些红肿 一大早 路易妈妈就给她做好了早饭 准备了很多伴手礼 惊吓啊 这些是给你妈妈和舅舅的 阿姨不用这么破费 这是路易回国后第一次去看你的妈妈 总不能空手去 她这孩子昨晚和我说了实话 你妈妈那时候做手术 她不是故意不回国的 她是与公司签了合同 回不来 阿姨我明白 她是工作学习都很努力的人 我没有怪她 惊吓 叔叔阿姨这些年对你好吗 阿姨不止你和叔叔 哥哥和嫂子还有年年 对我都很好 我都记在心里 不会忘记的 既然如此 那你老实回答我 不能撒谎 你对路易还有没有感情 这个问题 让惊吓一时不知如何面对 她沉默了很久 还是无法否认 只能点点头 好 阿姨知道了 路易妈妈摟了摟惊吓的肩膀 你先把早饭吃了 和路易早点去看你妈妈 她在家里一定等急了 回妈妈家的路上 今夏一直望着窗外 路易犹豫片刻 才在第一个红绿灯停下的时候说道 今夏 我们能不能和好 今夏没有看她 只是淡淡问了一句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我们都分开这么久了 我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绿灯亮起 路易都望了前进 直到后面的车辆按起了喇叭 她才匆忙去踩油门 先好好开车吧 今夏提醒道 安全第一 今夏妈妈几年未见路易 一看到路易就止不住地喜悦 不停地问道 在国外念书是不是很辛苦 阿姨 我能撑得住 回国就好 你回国了 阿姨就安心了 心里总惦记着你 想着你和今夏总是这样异地 也不是个办法 看着明显苍老虚弱了很多的今夏妈妈 路易才明白 这些年今夏的不容易 她抱了抱她 对不起 阿姨 我现在才来看你 没事 你们年轻学业工作最重要 都怪我 今夏是为了照顾我 原本她也能出国和你一起的 做妈妈的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更好的一片天地 阿姨 留学其实并没有年龄要求 现在今夏有稳定的工作 将来她可以申请出国进修 到时我也可以陪她一起出去 所以你不要把这件事压在心里 路易的话 让今夏妈妈舒服多了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看到你回来 我也安心了 今夏是真的可以感觉到妈妈的开心 她还特意做了很多路易爱吃的菜 看着妈妈那开心的样子 她实在没办法说出口分手的事情 下午要回省城的时候 妈妈偷偷将今夏拉进了房间 今夏 妈妈知道你工作忙 但是你平时还是多和路易多沟通 不要为了工作忽略她 妈 今夏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只问道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路易 今夏 你还小 有些是不懂 女人这辈子 要找到一个心里有你的男人 婆家又看中你的家庭 有多难 路易爸妈那么喜欢你 哥嫂又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你嫁过去 肯定不会受什么委屈 妈妈现在 唯一的心愿就是 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妈妈 我们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她明明有那么好的工作 有独立买房买车的能力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妈妈是希望你和路易 能有一个家庭 生可爱的孩子 越说越多了 今夏发现自己的妈妈比路易妈妈还要想多 至少人家还没有说到生孩子上面去 她无奈道 妈妈 你别想太多了 我和路易现在不着急 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操心这些 今夏走出房间 急忙拉着路易走了 她还是赶紧回学校吧 实在难以面对家人的轮番轰炸 回去的路上 路易倒是没有提复核的事情 说了点其他的事情 我准备重新装一下紫薇花园的那套房子 厨房和卫生间当时装的简陋 现在感觉用着不是很方便 你可以请设计师重新帮你规划一下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帮忙参谋一下 我做饭很简单 有些东西不是很懂 这话让今夏不知道如何拒绝 只好点头答应 你想方便一些 可以买一台蒸烤一体机 正好厨房有预留位置 好 听你的 再次回到熟悉的紫薇花园 今夏已经很久没有回来 屋子看起来 确实旧了一些 之前为了省钱 装修得很简单 尤其是窗帘 还是她自己弄的 当时的眼光觉得还不错 现在怎么看 怎么别扭 那个 你可以把窗帘换了 窗帘不挺好的吗 陆一和上门 走去厨房 给今夏倒了一杯水 晚上留下来吃饭吗 你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菜 吃不完 我担心会浪费 那些菜都可以放冷冻式的 今夏跟着去了厨房 不过这冰箱有点小 你既然要重新装修 就把冰箱换大一些 我一个人 用不了那么大的冰箱 以后要是不是一个人的话呢 今夏淡淡一笑 重新装修一下挺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